好那接下来这一题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它看起来是 它看起来 这个有点复杂 但实际上 它主要就是有几个 主要是从 如果把它分解出来看的话 实际上它是由 这个线段 还有这个线段 加这个线段 再加这个线段 环形正列之后呢 总共一二三四五个 所构成的 所以你只要画出这样的 这边这边 这个跟这一个之后的话 环形正列就可以 那这边这个地方 这条线就把它修剪掉就好了 把它删除掉 就可以完成里面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图形 然后做环形正列 所以我们做法上面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它实际上就是先画出这个部分 再做环形正列就可以 就有点像变魔术 那变魔术就有点像说穿的 其实魔术说穿就不值钱了 对不对 但是你它变出来之后 你哇好厉害 但实际上说穿就是那些招式 那怎么样可以做出这些这几个部分呢 第一个当然这边有六十三 这个圆是十八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五十四 那这边有一个弧 其实就是这个这个弧有没有 再旋转因为它有五个嘛 有五个所以你可以旋转 360度再除以几个五个嘛 除以五的话就是多少 七十二嘛 三五对啊七十二嘛 所以你就把这一条线旋转 七十二度就有这一条线 就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边如果画一条线嘛 就是起点 终点 然后再 再一个方向就可以 因为它一百八十度嘛 那画的方式我大概快速的 大概讲一下好了 第一个我先画一个那个 十八的 它有个十八的小圆 先把它画出来 十八的小圆先画出来 十八Enter 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外面会有一个圆 那一样再画一个圆 重复画圆 然后那个圆的话呢 它的半径是六十三 所以可以从这边的四分点 四分点有关掉 四分点 然后过来追多少 重复画圆 然后直接从这个四分点 追过来追多少呢 六十三 六十三 Enter 然后呢再六十三 六十三 Enter 再六十三 Enter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个六十三 接下来这边会有个 所以重复再画一个圆 从这个四分点过来 它距离多少呢 距离 这一个五十四 所以五十四 Enter 然后再五十四 Enter 里面那个不是十八 所以跟怎样 可能画的时候 这边 第一个一下也一样 十八 十 可能刚刚十八十没出来 再来画 再重复画圆 从这边四分点 直接这边四分点追六十三 六十三 Enter 六十三 Enter 再六十三 Enter 再重复画圆 从这个四分点追过来追多少 五十四 Enter 五十四 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边 有没有 那就把多余的线段先修剪掉 这个是不要的 这个是不要的 到这边 上面这个我们要 然后我们要这边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这边的形状 再来把这个做一个什么呢 旋转 旋转 点一下 测点在这里 右键旋转 CEnter 所以直接的话呢 复制一个 对不对 然后因为要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几度呢 七十二度 所以七十二 Enter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起点 那这边其实你如果 呃 装不到那个点 可以画一条水平线 用正交的 直接过来 到这边 就会有个交点 然后呢 利用这个地方画一个弧 然后起中方向 起点的话呢 就是从 因为我们要画这个方向的圆 所以是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的话是 这样 是 这边 起点 终点 方向的话呢 记得往下 270度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画出这个 再把它delete 成掉 那这用这个部分完成做的话 就用环形正列 所以环形正列 物件的话把它旋转起来 然后呢 中心点的话 选这个尖尖的地方 总共几个呢 5个 对不对 360度 按确定 出来了 把这一条线 delete 成掉 有没有 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是 再画圆 圆 然后其他就布满圆就可以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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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